什麼事 什麼 幫我開一條 開一條 開一條 黃衣男子氣噗噗的看到警方來了 怒氣直飆高 擋著大街上和另外一位黑衣車主 吵得不可開交 越說越激動 一方指控對方趙逃 另一方飆雜話 兩派人馬吵個不停 場面失控 最後都帶回派出所 發生插撞的兩輛車停在外頭 銀色轎車的車門還有刮霜跟凹痕 事發就在高雄三明區大順二路 七號早上八點半 四十四歲莊姓男子在日泉街口 插撞到五十三歲成姓男子的轎車後皺鏡 沒停車就離開 成姓男子認為他享皺頭 尾瑟了一公里後 攔車理論一時氣不過 還猛踹裝姓男子的車門 板筋留下凹痕 一方因見對方為下車處理 所以氣氛中用腳踹了對方的自小客 導致對方自小客側門 凹陷 至於裝姓駕駛造勢為下車處理的部分 警方也開出了A3造陶單 高雄大順路車流量本來就大 當時又是上班上課時間 裝姓男子趕著在妻子跟小孩去幼兒園 才會擦撞後沒停車 只是已經構成趙逃 又因為罵人 被誠姓男子提告公然侮辱和回損 認真的虧大了 TVBS新聞李佳生 宋家軍 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S News頻道 並開啟小鈴鐺 也請用手機下載TVBS新聞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使